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大屁远警上前将车辆拦下 三名冠妾当场傻眼 怎么也想不到才准备要去犯案 竟然出师不力先被警方逮到 警方在车内搜出大量一二级毒品 以及众多作案器具 其中还有一把锁匠专用的开锁工具 然后把这个开锁的工具 可以换各种样式的 这个开锁的那个锁片 头戴安全帽的甘性主嫌 已经有多项前科 和女友及一名未成年女子 组成敲窗集团 用专业开锁工具将车窗敲开 窃取车内财物 花光后再另寻物不要下手 作案范围从北海岸延伸到东北角一带 目前在滨海公路得手数万元后 想要再度犯行 没想到行踪早被警方盯上 才一下快速道路就被拦下 游客或吊客 下去游玩的时候 大家都会抱持一个心态说 我只要下去几分钟 随时就等一下就上来了 所以将车内财物摆在车上 造成车内财物招窃的形势 警方还查出这两名女子 皆为失踪人口 目前也通报社会局 及相关单位协助 并将甘性嫌犯移送地检署正办 记者 朱丁龙 曾玉昕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